站住 紫围昆虚雄华派 你们是何人 这位兄弟 我们刚刚通过了 太医先进的试炼 可以进去吧 你说通过就通过 如果你都能通过 那岂不是像你这样的 山野村夫都能进去了 你也不过是个雄华 开门的弟子 你别狗眼看人低啊 把慕容紫英叫出来 看他怎么决断 就是啊 紫英诗书英明在外 你认识他不奇怪 可他又怎会认识 你这种人啊 你好好说话啊 紫英诗书的眼中 只有品性 没有高低贵贱 玄机师妹 你怎么来了 我奉掌门之命 来接三位新弟子入派 看门的 天天们 现在我们三个粗粗之人 能不能进去啊 孟姐姐 我还担心你们呢 没想到你们到得这么快 走 咱们进去吧 走 走 林莎 你看 好大的狮子啊 哎 哎 这穷蛙 不是说以降妖 戳摸未几人吗 怎么会放几个 石头妖怪在这儿 这可不是什么妖怪 这是传说中 守护窥虚山的四大神兽 英勺 陆武 黎珠和开明兽 妖兽也是兽 神兽也是兽 差不多嘛 那怎么能一样呢 神兽庇佑大帝 妖兽只会为祸人间 那可不是所有妖 都会祸烂人间的 我就有很多妖的好朋友 快住口 女天和 你不可在琼华 再说这种犯忌惑的话了 那琼华 是不是有很多规矩啊 还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 最大的机会就是你 玄姬那个 你还记得紫英 在戒线院给你的交代啊 你还是管好自己的嘴巴吧 别总见人就自爆家门 要是有人问起 你就说你叫天和就好 我本来就叫天和呀 这是掌门 让你来接我们的 那当然了 我义母她 就是掌门 是她让我来的 快走吧 前面就是弟子院了 快点别看了 走 天和 这就是玄天神女相 据说 玄天神女是上古战神 她为了惠悠人间 创立了琼华 所以琼华弟子 才有飞生成仙的机会 新来的很好啊 这边是姿子院了 这边是男弟子院 这边是女弟子院 这边是女弟子院 我还从来没有跟这么多日孩一起住过 不知道是不是 没关系 有我呢 你看看看看 你皇家好美啊 好美衣服 那个也很漂亮 我总没看出来他们哪里美啊 是不是 是啊 琼华完全没有像她这般野性的男子 你们都别躲在暗处私语 都过来 他们是新入门的弟子 这位叫领孟黎 他叫做 我叫槐叔 来琼华两年 仅仅十九岁 干门柳姑娘年方几何 家住哪里 平时喜欢做什么 我该怎么称呼公子啊 他叫天河 天河 好好听的名字啊 啊 琼华都是狗眼看人爹啊 哎 你问问我呀 那 那可不姑娘呢 得蹦的头啊 停停停停 让我先安对好他们再说 掌门吩咐了 这三个人需两个人一间房 两个人一间房 只有来琼华五年以上的弟子 才有资格两人一间 凭什么他们刚来就独居一室 掌门不公 谁敢说掌门不公 掌门 这位是玄夜师姐 师 师姐啊 我看这么多人怕你 我还以为你是掌门哪 你们只是进了山门而已 弟子大会之后才正式入门 现在不必叫我师姐 师姐 要开弟子大会了吗 是才宗主通知 明日晨时 全派上下在琼华宫 召开弟子大会 我进琼华这么久 都少见掌门阵容 居然要为他们三个开弟子大会 怎么 还想说掌门不公吗 若再敢在背后妄议掌门 恐怕连琼华都住不得了 弟子知错了 还心 师姐 这位公子 暂且跟你住一屋吧 是 两位姑娘 随我来 你也跟我走吧 好 师兄 好厉害呀